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发现了凡人的村民这块整合包的两个重大霸格 至于是什么咱们一会再说 上期视频我来到村庄遇到了黑木的高级分身影分身 本来是想卡一波血条我来将它拿下 没想到村庄里的村旗呢还挺厉害 再加上有铁壳里的大理智池影分身呢翻三种被秒 今天呢还是上期视频的目标给我的全套纯钻装备复合 然后呢顺便再去一趟下界吧 镜头一转咱们来到家里 把一炉给它清空一下 我准备把覆模台和书架就摆在这里 满机覆模台整好之后呢 我忽然发现家里好像还没有清金石 于是乎咱们来到矿洞 这次呢我运气还不错 通过小地图的不断传送直接来到废弃矿井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整合包内下矿 之前我告诉过大家啊 在矿洞内啊怪物刷新的特别多 真心劝你们啊 没有两把刷子千万不要下来 这次我如果不是为了清金石 我嫌我都不会来 看一下这个矿洞绝对是非常的大 哎运气这么好吗 刚来就找到了清金石 只有一块 这好像也不够啊 这前面这个地方还挺大 而且还挺亮堂 那就先来看看吧 随便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矿洞之妖娆 矿洞之险恶 在矿洞内 小白的剑真的是呼呼生风的 索性呢 我现在穿的是纯钻装备 如果我现在穿的是一般装备的话 几件小白就可以把我给秒掉 简单转了一圈 我们先插火把给他点亮 这时候兄弟们给他们来一个灰鼠 看到这些怪物的数量了吧 也就是现在我拿的是C格破烂剑盾 但凡拿一把攻击力在10左右的武器 你打这帮怪 那都得砍两下子 OK拿下 我去远处还有一个小白在房间 在这里着重说一下这个小白 由于小白采取的是远程进攻 他压根就不会给你近战 你但凡靠近他一点 他就会与你拉开距离 这里果然就是一个露天的大矿洞 我还在这里呢 发现了一个宝箱 找到了迷离之眼 几块铁 还有一本技能书 哦不对 是附魔书 穿刺武的附魔书 最底层位置呢 还有钻石 但是我现在并不想挖 等我以后有经验了 搞把试运搞 咱们再过来 那么这个矿洞 我都不想多说了兄弟们 镜头一转 我们直接看这个地方 这应该是一个小圈的地牢吧 其实这种地牢呢 在好多大型的展盒棚里都有 我要说的就是 这里的宝箱是真香啊 各种附魔书 各种技能书呢 应有尽有 总结呢 就是一句话 白嫖倒的快乐 两本附魔书 一本精灵采集 一本锋利 还有一本翻滚的技能书 我在这个地方 也是探索了很长时间 还是那句话 具体情况呢 那就不说了 我感觉展示的太多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不过呢 还是那句话啊 装备不好 不要紧 清金石的问题搞定了 接下来还是经验的问题 获取经验呢 其实有好多种方法 打打沙沙呢 只是其中一种 我打这帮村子呢 不但为了经验 我还为了物资 如果你觉得物资没必要要 那你可以猥琐一点 比如你去找一下裸露的名探 这也是一个不错 长经验的好方法 四个字呢 我可以总结一下 那就是稳赚不赔 像我这样 打打沙沙呢 自然就有风险 而且呢 风险还挺大 就比如我这一波 血量本来就不多 我还想再来个回首套 这一套没套好 还没得到经验 就损失了一级经验 我也用四个字 简单总结一下 它就是得不偿失 镜头一转 必定是有点危险 你没有看错 我又遇到了格雷夫 自从我上次战胜了 格雷夫之后呢 我的心情大增啊 总感觉自己有失利啊 再次拿下格雷夫 毕竟格雷夫掉落的东西呢 可能就顶急的呀 哎哎哎 没有错兄弟们 刚才我吃了个啥 现在注意我的右上角 再注意我的血量 不但血量爆升 而且还有各种增益效果 没错 这就是我刚刚繁殖了一个俘虏 从它那里交易得到的玉米卷 只不过呢 繁殖俘虏的整个过程 我没有展示 当时呢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得到玉米卷 我只是看到用木棍 就可以换玉米卷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兑换点经验嘛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玉米卷呢 居然有如此威力 那这镜头再一转 我们直接来到冰天雪地 我的经验等级 你们应该看到了吧 我与这名格雷夫 大战将近一个小时 从青青草原 打到了冰天雪地 从纯钻装备 打到了格雷夫 同款绿宝石装备 经验等级 也从刚刚的25级 调到了现在的5级经验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打得我整个人都麻了 咱就说这位格雷夫 是钢铁打造的吗 我这一看这不行啊 再打下去没完没了了 正所谓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就在这个时候呢 直播间有粉丝告诉我 让我做一下纯钻药水 他说你喝上这瓶药水之后 再去挑战一下格雷夫 你就会发现 打他就像虐菜 既然都这么说了 咱们就去一趟下街 首先他再搞点烈焰棒 再搞点地狱油啊 诶 等等 我偷他个猴子啊兄弟们 一进来进来地狱城堡吗 咱就说我这个运气 也是没谁了啊 背话上说 先干烈焰人 看一看地狱这些小怪 我看了怎样一个段位 啊 就这啊 这跟主持人的僵尸 没啥区别吧 既然没啥区别 我也就不多说了 直接搁到十根烈焰棒 然后紧接着 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bug 我觉得是个bug兄弟们 因为你确实是没法游玩了 在我眼前是一个 大型的下界堡垒 之前呢 就有好多粉丝跟我说 我来到下界之后 你就找下界堡垒 在这里会有很多宝贝 可是兄弟们 注意我的左边 它一直在显示 有玩家加入 而且这个加入速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快 以至于到了最后 就连我这台花了 两亿元打字的神级 都开始卡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探索 当时我还有点不明 所以找了老王一看 好家伙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大bug 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们 遇到过啊 解决方法是什么 有之后的麻烦告诉我 最后我没办法了啊 宝贝在眼前 咱不能不拿呀兄弟们 更何况这个地方 居然还有低壁油 回家以后呢 这纯钻药水 咱必须得练起来呀 纯钻药水 纯钻药水 顾名思义 应该是用纯钻链制的吧 可是当我搁上纯钻之后 尿灶台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严重怀疑啊 我可能是被忽悠了 当然了 也有可能的 合成配方并不是这么高 算了算了 这种药水呢 还不高也罢 镜头一转 还是荒郊野外 兄弟们看啊 两个A姐面对一个 七号黑母分身 我把自己大高高 在上面看的是不亦乐乎 该说不说 这不就是减肉的一天吗 俗话说的好 两拳男低四手 在这里也是一样 A姐的实力 你绝对不能小去 看一下黑母七号分身 掉落了什么东西 只有一颗头颅 别的啥都没掉 接下来又是几天的 打打杀杀 在这里呢 我着重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 你们记住了啊 这个房子的样式 这里可真是有大宝贝啊 一楼进屋之后呢 直接找这个房间 运气好的话 就会像我一样 得到下界合金钉 运气不好的话 那就只能得到钻石了 剩下的几个箱子 都是一些常用募资 到底还不错 最后呢 我也是不负重望 看一下我的覆魔属性吧 过程呢 还是哪句话 不想展示的 太无聊 打打村企 挖挖矿 除了头盔没有保护呢 其他三件装备 全有保护 视频的最后呢 再说一个bug 有可能是bug 但是呢 也有可能不是 两个88水晶 或者是88水晶呢 加下界合金钉 就可以合成这两把武器 可是不管我是搞了 下界合金钉 还是搞两个88水晶 始终合成不了这把武器 就很烦 搞把厉害的武器都搞不了 那就算了吧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 不讲不讲